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祁钰走了其实我也挺难过的 好好的一个公娘说美就美了 每次路过这个座位 我都觉得特别地伤感 进去说吧 让齐宇安静安静 坐吧 好 孟总 想不到公司同事 这么有人情味 我原来一直都觉得 同事就是点头之交 没有什么交情的 齐宇虽然人缘不错 但也不至于人都念她的好 反倒是人死了 就变得可爱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人死了 没有任何危险 她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用怀念齐宇 来表现自己是个善良的人 装好人的机会 谁又愿意错过呢 孟总你不说这些我真的想不到 那你呢 你觉得齐宇怎么样 我跟她都没怎么说过话 每次都是打个照面 你们男人不都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还好吧 什么类型都有人喜欢呢 好吧 说回正事 就是那个震业诚的事 燕总跟您说过吗 我知道 就是你表哥的朋友 之前燕总准备带齐宇去见他们 因为我不好直接出面 可是 算了 具体什么情况 说说吧 震业诚是个房地产商 公司运量上市已经好几年了 按照原计划来说 去年就应该再主板上市 但是因为政策问题给卡住了 没有上市的话 没有办法从股市融回资金 现在原来的投资商 都纷纷让让着要撤资 他现在资金链崩得很紧 需要一笔钱来渡过难关 你直接来找到我 就证明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 很有问题 不仅是财务状况有问题 连商业模式都有问题 要不然也不至于过不了沈 现在商业模式估计改不了了 只能从财务想办法 那他们报价多少 百分之四的回口 先不要答应他们 把他们账本拿给我 等我评估之后 再报价给他们 好 谢谢孟总 我先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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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总 你怎么来了 继续是我照应公司的 我从那回来看看 我本来以为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我这也不突然 说白了这都是人自己选的 但庆余死得很无辜 她既不为财也不为名 她是因为心碎而死的 袁总 你这不说我更内疚了 这事不单单跟你有关 其实跟我都脱不了干系 我知道燕妃孟威她们去威胁其余 是想从她那边拿到我的黑材料 她每天狗鸡跳墙 你说你们能知道我什么黑材料 放一鸣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所以啊 燕妃觉得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多少总得知道点什么 她是把我想成她自己的 可惜啊 我又不是她 她这如意算盘打错了 还搭上一条人命 袁总 我怀疑还有更大的内情 燕妃拿着小区监控录像威胁其余 也就意味着 她也是计划好了去齐余家过宴 她到底想干什么 而且五千万也是那时候被转走 她跟孟威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所有的事情我都会查清楚 董事会会在这个月 对董事长进行重新的选举 我估计 这一切都是费云鹏的计划之一 肯定是被判断的 你还能发现我们的事 你现在就不是最好的 你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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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总 齐宇在的时候 我没能帮她做什么事情 她现在不在了 我却想帮她做一些事情 你说这世界上 有些事情是不是很可笑 我现在回想起来 燕妃应该是一开始 就把目标锁定你和齐宇 她查过你们 还有我把你招进容景的资料 她全部都查过 那您觉得 她下一步会怎么做 她现在最大的突破口 就是金盛集团 你在这个时候离开金盛 也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但她一定会拿你和苏靖的关系 大做文章 所以这段时间你和苏靖 最好不要有什么瓜葛 她刚才来过 她人呢 她被帮她 她被你干走了 她被你干走了 她被我打了她 我跟她没有可能 是我害了她 是我害了欺 也是我自己害了自己 我真的很无论 行了 别自责了 走吧 换个地方 我跟您聊聊天 走吧 闭嘴 赢总 有什么问题 要不要接你的结合博 妈 没事 妈 要得讀上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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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肥总 你在公司吗 我初来经合客户 袁瑞朗和郑和国际那边的 竞在怎么样 我东门马上就要开会了 郑和国际这个项目 时间隔得实在太久了 相关人员真的很难找 不过前几天我找到了 郑和国际段正和的职责 这两天他会来上海 我跟他见 他的职二为什么要和你见面 他可靠吗 因为他老婆生病了 需要一大笔钱 我觉得应该可靠 那这是一件好事 你一定要问出关键性的问题 要不及证明 是 知道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就是上海公司啊 那个房玉冰很厉害 但年纪轻轻的 和W的苏靖搞上了 我猜 苏总应该是图新鲜吧 没见过这个类型 我对这些男女之事倒是不感兴趣 我是怕苏靖通过方玉冰 会丁一夫到上线 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 那对我们就不利了 这件事情啊 你要赶紧查清楚 看看苏靖和丁一夫 他们私下里面 到底有没有关系 行 我知道了 我说 肯总 还有点事 我要问一下 你说 袁锐朗和方玉冰师徒同体 袁锐朗如果倒台了 那方玉冰 还会留用吗 这事啊 你就不用再问我了 只要袁锐朗一走 那上海公司都是我们的 你身为上海公司的总经理 公司内部调整的事情 你说了算 看不出来 谢谢非等信任 走 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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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不得已 我低调点行不行 什么都不知道 行了吧 说不说 不说 你这么神通广大 自己打听圈 你要怎么来说 求我 别太过分了 别太过分了 你从业这么多年 还是用这种无能的方式来强迫你的客户吗 要是这样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 奇葩 别跟我废话 别跟我废话 你不是我客户 我不是你的客户 我是你哥 我真是纳闷了 你是不把自己当正常人看 还是不把我当正常人看 你和方雨斌分手这个事 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行不行 看你这德性 我告诉你 你现在怎么对我 未来我就怎么对方雨斌如出一辙 你等着 我怎么对她了 那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 妹妹 你是一个心里极其扭矩 完全不能和正常人生活的人 你知道吗 哪个男人会接受你这种偏执狂 控制狂 甚至是有间歇性神经病的人 我要是方雨斌 早跑了 哭了 哭了 真哭了 世界第八大奇迹诞生了 从小到大没见你哭过 居然被我给弄哭了 爸 你怎么和他一起打我 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 有他这么当妹妹的吗 你没看他一直在打我 是啊 您是觉得最疼他 可是呢 爸 我告诉你 最笨的就是他 一个凤凰男友什么了不起啊 说不要你就不要你 跑我这儿来撒破 爸 这就是你的宝贝女儿 丢脸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心里变态啊 没有的事 他们都这么说 那就让他们来责怪我 都是我的问题 是不是你们男人所有人都喜欢 把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 这样显得你们特别有责任感 特别稳大啊 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 你怎么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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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其他 有时候应该相信其他 有时候应该相信其他 癌症也是可以治愈的 燕总 你是想问我 关于袁瑞朗 在镇合国际的事 没错 如果你的消息有价值 我不会亏待你 燕总 您可能先给我钱 我才能说 否则我说了 你要说没有价值 我岂不是白来了 依照你们现在的情况 不管什么样的消息 都不会没有价值的 关键看你怎么用 我说的对不对 果然是段正和的职责 厉害 我哥哥在去世之前 我已替他料理过 一段时间公司 这个数字满意吗 燕总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 很大 那叔叔你知道的情况吗 袁瑞朗 是代表荣鼎 来设够正和国际的 但条件一直没谈龙 所以你当时哥哥 不愿意 对 袁瑞朗要提出 遣散三分之二的员工 我哥哥想要替干了几十年的 老员工某点福利 一直没有打到他的要求 那他后来为什么又 同意签字 这件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自从我哥哥签字之后 他就开始有点神神道道的 过了一个星期 就跳楼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袁瑞朗和你哥哥跳楼有关系 燕总 我可没这么说 警方过来调查了 是自杀 据说我哥哥还有遗书 那遗书呢 我也没见到 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 没有办法作为攻击 袁瑞朗的证据 袁总 我一开始就说了 消息 关键看你怎么用 车里边的内幕 对你来说不可能毫无用处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看你这灰头土脸无精打采的样子 是不是又被甩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猜对了 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啊 今天有点累 我先上去了 给你带了点卫文瓶 这家很远的 你专门去买的 我知道你爱吃啊 我特意给你买的 吃不下 我就猜到你要说这句话了 这里面装的是花椒西洋参炖无鸡汤 不用吃 喝就行了 我发现你跟我一样 都擅长做那些 让别人无法拒绝的事 没办法呀 谁让我喜欢你呢 别跟我开玩笑了 行 那你赶紧上楼休息吧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也不会让我上去的 赶紧请我吃饭啊 你 我可以在买的 我认为你 那你给你吃饭啊 我吃饭啊 我吃饭啊 你又要吃饭啊 我吃饭啊 你像我吃饭啊 我吃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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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 你也没吃饭啊 那我吃饭啊 你都吃饭啊 我吃饭啊 我吃饭啊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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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总监啊 你现在可成为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网红了 本来荣鼎就不允许员工之间谈恋爱 你也的确没跟我们女员工谈恋爱 你跟竞争对手的公司女老 老板搞在一起 厉害 你自己想想怎么解释吧 北京公司也会知道这个情况 这件事情我会发邮件 跟公司解释清楚的 对了 我要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手上所有的项目全部暂停 验总 没必要这样吧 我现在手里有三个项目正在进行中 你这么一搞 我的创业者如果被别的公司抢走 我之前的工作不是全白费了吗 那是你的问题 还有我要通知你 你所有申请的报销 全部驳回 你在精神出差期间的报销单据 财务部会重新审核 如果有违规的情况 你全部给我吐出来 验总 你这是在逼我停职啊 那倒没有那么严重 该工作工作 该开会开会 一天都不能少 你把我项目都停了 我没有别的工作 那你就激动呗 好 反正现在公司缺人手 所有的实习生 都跟着投资经理出差去 你呀 做后补 袁总 你这是在报复我 报复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不过如果你没有写这本狗屁不通的书 没有跟苏静搞在一起 我也没有机会对你下手 你说是不是 你想逼我主动辞职 想多了 不可能的 我会一直牢牢地盯着你 直到事情的真相查清楚 好啊 我等着 看谁能耗过谁 来 莉莉 我这儿什么情况 燕总说你不在 让我们把文件暂时放在这儿 方总监 你现在是还要搬回来上班吗 没事儿 你忙吧 好的 我说你们一个个能不能主动一点哪 项目呢项目呢 项目呢 不要每天只看这几个亿的项目看 小一点项目也行啊 孙松 你在公司有代表 小一点项目也能挣钱是不是 我楼下办公桌呢 到哪儿下了 方总 你办公桌没了找我看吗 我不知道啊 项目呢 这么玩就过分了 我好歹也是 容顶投研部的一员啊 方总监 稍安勿躁啊 别生气 我帮你温温 你们有谁见到方总监的办公桌了 有谁搬过吗 我帮你问了 没人见过呀 你意思是她张腿跑了 对啊 办公桌不就是有四条腿吗 不好笑吗 我今天几个会啊 两个 晚上七点还有一段 这一天开会太饱了 苏总 方韵斌 别跟我提这个人 找人把这个都删了吗 苏总 您不是说不要 那边也随到了我 别让股东们看见影响吧 就上了 好 喂 苏总 干吗呢你 在忙着身体 别蹲在家里了 赶紧出来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带你去个地方 中午来酒店才好玩呢 我以为你最近没什么兴趣 上海荣地马上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庚存了 郁 上海荣地马上是 怎样的 客人 那你去找人 你自己去看 你就去找你 找人给你先去看 一条人命 你确定有证据可以证明 袁瑞朗跟段正和的 跳楼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袁瑞朗 不是那么不择手段的人 人有时候 是会隐藏自己的 不仅想到一个好办法 可以让袁瑞朗 自己主动成 什么办法 你猜 我去看看 谁了 谁啊 你好 服务员 验总 验总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大白天气啊 这么早睡觉 你送进来了 梦总也在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不要排 方言辟你 过去 够吗 够亮吗 对 这样够亮 来来来 这个角度 那边那边那边 这个角 这个角 方言辟你别排 我来你干吗 不懂不懂不懂 你 你干什么你 不懂不懂这个角 方言辟你 你干什么你 没干吗 过来看看两位老总 怎么了 我求你 别分手 你 躺下吧你 快 继续办 多快点 多快点啊 多快点啊 请 方言辟 嗯 把照片整理一下 发到公司邮箱啊 集体超速 没问题 别别别 林总 成对大家都不好 对公司也不好呀 对啊 你发了没有 赶紧发呀 我在写邮件名称 林总 我该写什么呢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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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反正那么清楚 大家都能看出来 那不行吧 名字都得起个呀 要不然就叫 小燕子飞飞飞 这个可以 就这样 赶紧写 可以 可以 好 够了 我们开条件吧 想要什么 爽快 宜斌 我们的条件就是 我们的条件就是 让方语斌重新回到投研部 一切账目 正常报效 冯总 行吗 行 燕总 行 我同意 行啦 这件事不就好了吗 记住你说的话啊 千万别失眼 要不然这照片可满天飞了 我看看 别别 等会儿啊 那得拍个自拍啊 燕总 孟总 孟总 你出来点 挡住了 挡住了 好 等了 等我走 我等我 等我走 两位继续 大脚了 大脚大脚了 走走走走走走 他们怎么知道的呀 现在我们有把柄在他们手上了 我们必须要赶紧行动 太解气了 任总 您是怎么知道他们俩要奸进呢 这点事我还看不出来 那我就不叫袁总了 燕妃这种人 自己屁股不擦干净 还到处惹是生非 我们要不教训教训她 还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她 我是真没想到 你能想到桌奸这么办 爽不爽 爽不爽 这种下散烂的手段 偶尔用一用还是很爽的 现在开心点了没有 太开心了 谢谢袁总 谢我干吗 帮你是应该的 燕妃这种人 根本就不能对她客气 以后她要再欺负你 你再告诉我 欺负一次我打一次 欺负一次打一次 打到她服务位置 袁总 太帅了 我要是个女的 我就嫁给你了 你要是个女的 你要是女的 我才不要你呢 我可不喜欢 个儿那么高的女孩 我喜欢这女孩 就差不多到这儿 不要算了 反正你又不会结婚 这叫什么话呀 什么叫我不可能结婚的呀 万一哪天我闪婚呢 闪婚 这怎么可能 你是个不婚主义者 人是会变的 要不要咱俩打个赌 打赌啊 行啊 那你肯定输了 如果那天我闪婚的话 你就打我一顿 袁总 你这是什么赌啊 你赢了 我打你一顿 那是不是你输了 你得打我一顿 输了的话 就当这事不存在 什么意思啊 袁总 别琢磨了 听不懂 我上车吧 来来来 好了 来来来 我来 来来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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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化开 我跟你说 在江城 没有你花鬼鬼 外婆道理事 是吧 华泽 再来一杯 来来来 你们也一块 一块一块 别帮我一顿饭了 干了干了干了 嗯 好酒量 嗯 那样啊 我听说你是模特的 对啊 你给本少爷走一下看看 让本少爷 看一眼 你在这儿啊 这儿这么小又没有灯光 人家可是专业踢台的呢 施展不开 华总 你知道的 来来来来 说这儿走 说说就不开 施展不开 对啊 开玩笑嘛 人家刚从维密回来 都已经过了海选了呢 这么厉害 我天哪 就这样吧 你从那儿走到这儿 如果走到好的话 我出钱给你摆上单身秀 怎么样 得严吗 真的 当然是 君子一言思满难追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 你等着 加油 小伙伴 来 华总 嗯 我们边喝边烫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要开始了 开始啊 什么呀 还可以吧 可以啊 果然是专业的呀 那 这个又不长了对吧 我的秀呢 没问题呀 秀当然没问题呀 哎呀 华总 人家是表演的不会走梯摊 你就不喜欢我了 吃醋了 来来来 别吃醋 华总 我不喜欢谁 也不可能不喜欢你啊 对不对 你怎么那么开 怎么那么漂亮 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 那你陪我喝酒 好啊 来来来 我喝酒呢 来 你们一起来喝一杯 来 喝喝喝喝 再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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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华总好酒量 来来来 华总 最后一杯 喝一杯 华总 华总 我们再来吧 继续啊 华总 你们先出去吧 这个小说我看过了 角色很似乎你 身世曲折 性格强烈 还有错终复杂的权力斗争 典型的大女主范 可是您也知道 我好几年没演戏了 您觉得夸动那么大的角色 我现在能演好吗 既然是付出 就要有挑战性 就要演那个与众不同 也是 我现在这个年纪 也是再也演不了少女了 要不是我自己的项目 再过几年 我都得去给小年轻演员 当红麻了 说实在的 我这次付出 心里还是挺胆怯的 现在还有时间 等我们筹备的时候 你再遭遇状态 没事的 我也是想找状态 可是您不知道啊 我这家庭妇女 当的可是一地鸡毛 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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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求 你在干嘛呢 我在里面切水果 切水果 平时不是没那么早起吗 难得呀 原来家里边是有客人来了 老公 你回来了 平时都会睡到十二点 今天这么早起来吃水果 这位是谁啊 华龙 你好 这位是彭导 我一见好几个戏 都是他拍的 你们见过你吗 对不起啊 平时见人比较多 记彼不太好 你们信项目 还在商量当中 彭导 今天辛苦你了 我再联系你吧 我先送你出去 好 好 好 来 这边请 好 辛苦啊 再见 千古一后 冯太后之掌北魏二十一年 期间实行了大量的 社会改革 使得国家达到了鼎盛 可以说 北魏的繁荣 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 但是他风流成性 他的第一个男人是文成帝 除曼 你是在戏里边 给我设计戴绿帽子啊 我看还有几顶绿帽子 第二个男人 画手镇 别逃窝窝的嘴脸 留给外面的女人吧 别把我正经工作也弄脏了 开始玩艺术了 我怎么觉得这么可笑呢 好笑吗 你笑我也没用 这事跟你也有关系 当然跟我有关系 也有我的一份钱 你拍戏那么辛苦 而且还是古装剧 那我少拿一点 你六我四 确实是相当地无耻啊 话不能这样说 你想付出拍戏 我这么地支持你 咱俩可是夫妻 应该误分的 我现在少拿一份 你还骂我 我确实是应该 特别特别感谢你的陈全 要不是你的慷慨 我还拉不到 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呢 什么意思啊